歡迎來到台下的新聞現場 公務部警官至少下線要有3%打平等的 考試驗今天還是過了 全國公務員協會已經開始有動作 我們今天邀請他們的理事 杜關中 杜先生來到我們現場 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來 先來看看 關中在今天通過之後 他做了一些宣誓 我們跟他怎麼說 打烤雞 平等 連續拿三個平 就會有退場機制的設計 大家認為是好像是不夠周全 這個等等 事實上 我們考慮平等的退場機制 我們草案當中有非常完整的配套措施 傳奇部有16項配套措施 我相信等下我們帳部長會向大家說明 我相信大家了解這一配套措施之後 一定可以幫助來去除一些 對這一部分引起公務員不安的心情 因為這個換句話說 你要只要是認真工作的公務員 都不會太擔心他會被打到冰等 那就是非常特殊 非常的一種狀況之下 才會產生這種狀況 哪些 上也做了一部分的修正 對不對 雖然堅持說 冰等你是下限是3% 就是說你可以往上走 第二個 這有一部分的改變了 你是10年內如果累積了3個餅 而且你後面沒有供去抵銷的話 你才會被支錢跟退休 意思就是說你只要被打了一個餅 你後面有供的話是可以補的 另外司法官這一塊沒有放在裡面 另外有個激勵的條款 就是說你如果考基列為優等的 你會升官升冷快 我會拔走跟升籤 所以今天觀眾講 事實上有做了一個修正 公務人員不要不安 對 我是覺得 就站在老百姓對於政府效率的 這樣一個立場來看的話 我覺得對於這樣子的協調折衷的版本 雖然不是那麼的滿意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更激勵人心一點點 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說至少因為這段時間 公務人員有憂心 有一些疑慮在 所以他做了針對於這個平等的話 所謂的連續三個平等 是指多久之內連續三個 他就那10年之內 那而且有這個將功抵過的 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一般來講 你看你在民間企業的話 如果你今年拿到平等 你不覺得你明年可能會更認真嗎 那如果說有一個人 他對於這個平等一點都不在意 完全沒有想到說 他可以去運用這樣一個 將功抵過的制度的話 那你覺得他還可以替老百姓服務嗎 我覺得在心態上面來說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不虛認 我們再問一下 可是我再講一下 所以我曾經在我的廣播節目 開放過call-in 雖然這個樣本書 不算很多 但是也恰恰的反映出來 call-in竟然有一半是公務人員 有一半不是公務人員 他們都贊成 適度的要去調整 相關的考機法 他們認為 像公務人員打電話進來 他就跟我說 其實不是所有的公務人員 都那麼擔心自己的考機 會被打平等 很多公務人員他自己說 他們覺得很優秀 他們很認真的 他們希望讓所有的人 都一樣認真 讓老百姓知道 他們都很認真 很自我要求 我覺得這樣的心態 就非常好啊 所以說你是 如果趙藍軒講的 他的call-in觀眾裡面 包括公務員是可以接受 這整個配套的措施的啊 是的 那我要跟各位觀眾 跟主持人報告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反對改革 我們也贊成考試院 對這個考機法做修正 但是我們反對的是 他採3%的比例字 譬如說我舉個例來說 3%在學理上來講 他就是末位淘汰制 他的那個員工人數一定要夠多 譬如說一個單位只有10個人或20個人 現在我們政府推行小而美的政府 所以我們每個單位的人 人都很少 那只有10個20個 他怎麼去每年一定要打出3%的公務員來 在這時候那考機甚至有85分的 最後排序都排在最後面 還要給他3%這怎麼辦 就好像一個老師他跟我們講的 他說這個他一到學校去報到一個教授 那個學校就跟他說 這個班上一定要淘汰3% 你說這是多麼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反對是反對在這裡 就是說他一定要很確實的打我們的考機 而不是說硬性的規定 一定要不管這個單位績效的好壞 來把它開除3%吧 杜理事可是觀眾已經講了 他已經做了一部分的修正了 包括配套也做了 然後本來是聯繫三個你就必須要資錢 對 他現在講就是說 你還可以有後工去補 後工去補錢過啊 他不行了 那對不起 那這個3%損害在哪裡 我們公務員協會 絕對不會說顧及到說 公務員開除多少 加等比多少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考慮這個3%會傷害到 國家的文官的中立 會傷害到依法行政 比如我舉個例來說好了 今天有一個公務員 他2%了 你說他兩個平等了 好 你說現在主管所講的話 他怎麼辦 他一定屈從嘛 因為不然他第三年就要開除了 他怎麼辦呢 是不是 好 那至於說你說打平等 有沒有什麼條件 各位你看看我們交通法規多完備啊 有沒有車禍發生 照樣有車禍發生啊 所以關中只有16項這個官院長 只有16項配套措施啊 你看我們的交通法規有多少配套措施 所以今天觀眾特別講啊 什麼性騷擾啦 婚外情之類都列為烤基啦 很明確把它列出來 而且列了什麼16項配套 那現在怎麼辦 大部分的全國公務員人修改還是不建設 不需要修改烤基法嘛 對 以現有的考規劃 性騷擾 打一個釘等他就走人啊 對 不是這樣子嗎 現有的考規劃 你是性騷擾 人家投訴 查明史實 移送法院 就算法院沒有判刑 我就不能給你打個釘等讓你走路嗎 可以啊 關中他的就是 講理想 改革 都是對的 沒有人會反對 那問題是你實行起來 那有實際上的困難 目前的考規劃 所有關中的餘力都可以解決 淘汰不良的 現有的可以打釘等啊 也可以打兵等啊 你可以專案考規 甚至你認為說 這個人確實不能用的話 我首長就跟你講啊 你下次再不聽話的話 我就給你移送懲戒 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做的 那你搞那個3%幹什麼 好 你這個3%搞得現在 又不倫不類 有的地方又可以不必3% 有的地方要3% 我跟你講啦 我認為是關中的改革 其實啊 他只要沒有說 硬性要規定3%打丙頂的話 又有配套措施 就根本不要改了 來 胡大哥怎麼回事 我是贊成公務員的淘汰機制的 我完全贊成 從第一次談到現在我一樣 一同是說線有機制就好了 你為什麼會弄一個3% 但這個3%是不是 事實上我沒有意見 林聖文一個禮拜前說 主張20% 有沒有記得 30% 他說要30% 20% 很簡單 我覺得他講 因為創投業的做法 因為他創投一定這樣子 我是10年都沒有沒吃頭肉 自由業啦 我 每天幫自己打烤雞 不是 坦白講我自由業就是 每天以鯊魚共舞 不是被鯊魚吃掉就是活下來嘛 就這樣子而已嘛 不是嗎 所以要面對這個 其實公務員都要面對這個現實 你看今天服務業 什麼統一星巴克 什麼變成品面第一了 你怎麼可能 就帶變耶 為什麼呢 怎麼星巴克要變第一呢 大學生要去逛 沒有 時代改變 我要舉個例子說 公務員啦 你整個形勢改變了 沒有鐵打的衙門 也沒有什麼 不能走得流水關 我意思是說 我贊成 公務員的想法 很多意見我要好好傾聽一下 嚴謹的施行方案 包括救濟措施 因為我們知道 在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 土法不足以置行 有沒有人質 有沒有小圈圈 有沒有報復 其實很多方式 比如說 在美國大學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學生都可以考評教授 學生可以考評教授 能不能做終身職 為什麼不能做 就同才評比 也可以防止主管濫權 這個方向是要做的 包括 為什麼檢察官法官 跟軍人不能有退場機制呢 憲法要保障 但是如果重大的為師 這是一個違法的時候 還用憲法來保障他嗎 換句話說 憲法法律很多 我們今天探討很多 檢察官法官退場機制 當然要有啊 要做整體大家好好討論 就是說 但是這個方向 不要說不能行都還不錯 選票考慮了 事情都不用做了 現在大概兩個大問題 就現有的機制裡面 是不是本來就已經有退場機制 要不要去訂一個3%病 這是一個爭議點 第二個更重要的 這個案子今天考試 還是堅持要過對不對 接下來就到立法院 立法院先把林委找了 怎麼樣過得了嗎 你3%的國民黨過得了這關嗎 我先不敢做預測 不過我先這樣講 公家單位本來就是比較沒有效率 比起私人的機構 而且比較浪費 這個都是真的 所以需要好好考核 但是下一個問題在哪裡 現在機制剛剛都在談了 有沒有退場機制 真的有啊 現在最重要你要改變 土法部主義之行 我們剛剛哪位說的 是很對的 你現在最重要一件事 你要改變的是什麼 不是現有的法規 是改變的是這些主管們的心態 有些人已經有重大的違法的事件了 你怎麼還是打他假等呢 我們最近看到報紙 不都這樣子嗎 這麼重大違法事件 照樣應該讓他走路了 你還打他假等 這樣如果繼續存在 你什麼3% 5% 6%都是一樣的啦 我告訴你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說 反對這個改革的人 都是爛蘋果啦 我告訴各位 我聽到有多好蘋果 他們才反對呢 原因在哪裡 為了要保護爛蘋果 你就像有的主管 只想做好人 他明明知道這些人 今年要打秉等 明明也要再打秉等 可是他就是不敢打 為什麼 因為他要做好了 他怕這些人 只有打秉等走路以後 來報復他 或是給他找很多的麻煩 所以只好說輪流 因此呢 現在主要是輪流輪移等啦 大家都表現很好 可是呢 因為打了移等 就沒有年終獎金嘛 所以呢就輪流打 每3 4年就輪到你打移等 被打移等就7月半 我說好蘋果 我怎麼是移等呢 主管就說拜託啦 大家輪流嘛 這樣很公平嘛 公平就好 不犯寡 只犯不君嘛 就這樣子啊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 就是你主管的心態要改變 你要敢做敢為有擔當 不好的人就丁等 一次讓他走路 其實改不改這個法 我都覺得不重要 好連國民黨的立法委 林立方林委員都這樣講 那我看觀眾這個案子 到立法委員 不大容易過得了關 我們再問一下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好不好 另外呢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員協會 他們已經結定了 每個公務員 還有他們的家屬 要一人疑信 或者電子信 像寫信給馬英九跟吳敦義 而且要陳情抗議 觀眾或者國民黨 頂得住嗎 我們還有討論 馬上回來